來回顧一下第一回合的比賽 特別是Fly 一開始守住他的三框 很關鍵 對 這一場Fly雖然是選擇 四後蟲開三框的一個 常見就是Sender開替 但是他有一個細節不一樣 就是他的瓦斯很早挖 他選擇先提狗數 所以其實這個開局 是剛好針對到了Bow 等於那這邊的話 其實中期我覺得Fly很聰明的是 他知道自己的優勢 在前提取的一定優勢 他選擇乾蟲過度直接攀三本 那其實這邊的話 人類就很尷尬 因為他無法利用多線的一個 因為他知道對方在攀三本 攀出來就死定了 所以他就被迫正面 要不斷地做一些進攻 結果被乾蟲定到了幾次 有點尷尬 沒有辦法推下來的情況之下 其實好像出來之後 其實這邊的話 Fly就是奠定的一個 勝利的一個基礎 好 那現在進入到 第二回合的比賽了 這一場比賽都是人類 在右衛太陽神 是推出了阿吉Chucky 林冠級選手 對上的是惡魔羊DS王俊 交手的地圖是夏褲拉斯高原 對 我們現在螢幕上看到 這是螢幕上既遠龍方向 那這是要在太陽神的阿吉或Chucky 藍色 藍色的人類 好 再來到螢幕方向 那這是華為SPYK的DS是紅色 紅色的人類 對 這邊再跟大家說一下說明 本來從這個禮拜五開始 一連串都是新台二KOF賽制 後來聯盟有及時發現 真的至少有發現得到 對 就是這兩隊的KOF 上半季的三場對戰已經打完了 那三場都是華裔獲勝 對 三場連續三連戰 五六日三連戰 所以今天的這個比賽 就是打原本的五戰三陷阱 五戰三陷阱 對 認真一下 所以五戰三陷阱 所以這個排陣 也一開始就已經排好了 那這場就人打人 對 這邊的話 DS在開局就打了一個野兵營 這是因為對方是一個 傳說中是一個大招打人 對 那這個的話 我看DS選擇了 但是他選擇不是 不是那種什麼二兵營 就是野二兵營要搭視對手那種 他選擇在兵營放下了瓦斯場 他是放在前線 等一下來看一下 狐裡賣什麼藥 這邊是要素死神嗎 這個感覺有點像素死神 這樣的話 而且DS每次放的位置 都是真的經過精算的 這個獅大數學系的 是不是 他放的那個位置 他被覺得 放的那個位置就被看到了 被看到了 Chucky不愧是達人 是不是 大招打人 只有我在搞別人 沒有別人在搞我 沒有搞清楚狀況 果然選擇是死神 不過兩邊都選擇死神 那第二次發現之後 可能會出 這個其實很乾淨 因為這樣子 對方一定知道你要出死神 那家裡面就可以 他選擇掠奪者 那兩邊又是掠奪者 應該是因為 既然被看到了 只能做一個換招 對 那因為正常來講 如果你出死神 對方出六流者 是不是完蛋 對 因為對方還可以定住你打 對 那甚至就是你跟他打你打不容易 對 震撼彈 對 那基本上 所以這邊的話 DS就是放棄 他也直接出六流者 我來了 胖胖 六流者 戶K 但是還有兩個太空工程車 有一種單挑 繞兩個兄弟算什麼 對 土龍算在那邊 好 飛起來了 飛起來了 對 這一隻六流者很重要 這一隻六流者就是在這短期內 唯一能夠保家衛國的勇士 真的 對 他成為一個英雄般的角色 護國胖胖 對 在兵營飛回去 和家裡的軍工廠完成之前 對 他附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使命 所以等於DS的這一個 還損失了一個 損失了科技實驗師 對 他損失了一個科技實驗師 但是沒辦法 因為你使用一些大招 就必須承擔風險 對 我剛剛還正想問 戴萍蘇貝說 他放的那個位置 一般來說 這個DS都會有經過精算 對 結果 Chucky果然 對 怕被人家弄 對 因為正所謂 就弄忍者 人痕弄姿 所以這其實 他應該也都已經料到 就是 就是他常常這樣子 弄別人 然後別人很正常 也會使用一些大招 做一個回憶 對 大招 一大還有一大大 還有比較更大的招 對 你大我更大 你不大我就繼續大 好 那這個是 剛剛那個 這是跳高高手 對 還是出了一隻死神 那這隻死神 就是可以進去做一個偵察 或做一個火力偵察 當然就是 接著讓進去看一下 等一下就可以來留意一下 這個又來 對 還是出了好久不見的死神 對 兩邊都沒有選擇搶惡礦 那這樣的話 等一下就是一個 看雙方的一個騷擾了 哇 整個上去 跳上來了 對 我跳上來了 第一時間 對 看到死神第一時間 記得拉攻擊力上 因為你可以稍微拖認他 我又跳出去了 打我 笨蛋 對 他跑 他跑 跳不下去 對 那他也沒看到什麼 就開個兩槍就 對 他開個兩槍就那邊過來 我來留意一下他有沒有瞄到什麼東西 他沒有瞄到什麼東西 他沒有進去看 那可能就是 就是沒有想看的一點 對 正所謂 就是他可能比較沒有 像我這麼有旺盛的一個好奇心 對 那 開個兩槍看到太空空乘車 聚集了 鄉民聚集過來趕快跑 對 過來 就直接就跳下去 他要讓鄉民知道你們曾經 逼一個死神跳下去 對 但是他沒事 對 好 那這邊女妖 兩邊都是女妖 科技攀爬數幾乎是一樣的 其實雙方這邊看 DS稍微速速一點 雙方是一樣 兩邊都在蓋對空砲台 嗯 現在真的滿類似的 連攻兵數也只差一隻 對 走向是完全不一樣 就只差在DS開局意圖大抽 對 兩邊都放他第二個足法 不過這邊的話 我發現差距會慢一點 是因為他第二個足法比較早放 不過這個時間點 哇 完全 非常非常準 在那個位置 雷彈砲台打不到 對 打不到 看到了 有隱形了 對 隱形了 繼續打 不過這邊圍巾戰機出來了 對 看不到 要少一把雷達 對 要雷達要掃描 他這邊的話能量 有沒有 能量有 但是他沒有掃 對 這應該是有什麼想法 綠羅者表示 我希望你趕快少一把雷達 對 兩邊都是比較 對 他這邊的話其實 喔 這個這個失誤了 失誤了 哇 這邊也少了一把 對 剛剛就是因為他來這邊 家裡做一個操作 前面就失誤了 對 所以這要告訴你不要亂掃 好 那這邊的話 這要看家裡面 還有能量 還可以再掃 但是 只有一隻 怕掃一次打不掉 可能要再出一隻 或是有點激昂的一場 好 有了 直接有 直接有 直接要有渡壓了 直接噴射移 哇 這邊的話 Ds在殺我上 是賺了多一點點 多殺了對手七隻的工兵 其實聽起來很多耶 對對對 所以他工兵領先七隻 剛好 但是第二個抓其實也好 這樣子一來一往之間 第二隻邊其實算取得了一個 還不錯的一個優勢 出渡壓 渡壓是可以偵測引擎的 對 那兩邊基本上 因為兩邊也都知道 對方都沒有開礦的一個關係 所以其實雙方選擇的都是 就是比較正常 就是女腰騷擾之後接渡壓 因為基本上你出女腰騷擾 對方應該也是出女腰騷擾 對 好 開了礦 這邊都開了礦 雙方兵種真的一模一樣 我現在看這個列表 就是雙方的一個兵種列表 這出來這邊 兩邊都有幾乎是一樣的一個兵種 數量都差不多 那提升的工坊呢 現在都還沒有 對 目前沒有提升工坊 所以現在就只是工兵數的一些差距而已 對 目前工兵差了6隻 5隻 5隻 對 那是可接受 Ds多了5隻 對 其他的真的幾乎還有點非常類似 對 其實我看人口也相差5幾 對啊 這個不是死神 撐到了最後 那反而是華伊斯白的 近況比較不理想 一勝4敗 其中又以主將之一的Ds Ds的近況比較不好 最近的4場比賽 一勝3敗 而且吞了一個2連敗 好 他上一場比賽輸給了Ian 現在要出門了 對 已經用作潛壓了 這邊的話 這個潛壓 如果可以再先站到自己的瞭望台 就會更有一個優勢 但是你可能可以 哇 對 說好不容易 喔 有 有 上面卡這個 好 那這邊的話 看一下就會有溫暴 我有度壓 我有度壓 你可以丟 我也可以丟 對 這個範圍還蠻大囉 好 這個文化伊斯 是Chucky這邊丟的喔 嗯 那這邊的話 Ds如果可以把會戰點 壓在對手門口 而且站住中間的一個瞭望台的話 對於人打來講 就會取能變得一個東西 不過這邊因為滯空拳要被拿回來 剛剛送掉太多的一個圍巾戰機 好 選擇往後撤 對 Ds是紅色的人類喔 紅色是Ds 但是 往後面稍微撤了一點 不過還是在 薩娜加遼望塔 就是在中間的一個位置 等到了坦克過來 要往前規了 好 阿爸 死口才了 對 這可能想被幫山洞 不會拆那麼遠 這樣去做 先把這個拆掉 如果你要整個台上晃 我就可以直接做的騷擾 有用不過阿吉 掃了一下 這應該是阿吉掃了 看一下 沒有什麼 對 前面沒有 敵人 往前挺進 站定 不要忘塔 Ds選擇的是要 硬選擇從這邊來騷擾你家 這樣子其實會很難 因為他現在沒有一個滯空拳 他選擇站住這邊 可能就是意圖可能只是要逼你 對 而且他又沒有 上面沒有辦法開視野 對 當然有 他來開始 可是等一下就會被掃回去 因為剛剛留意到 危機戰機的部分是 Chucky這邊的數量是來得多 不過Chucky沒有要回救 他不回救 要直接打 要直接打你家 那Ds下面應該也是有做防守 不過沒有刁爆 有點尷尬 不過現在才在下 他下普吉戰先封門 他普吉戰 阿吉 繞過來 這個也很聰明 把這邊Chucky的選擇要過來 直接打你門口 其實壓力會來得更大 對於Bs來說 Bs這邊 直接空投上去 對 不過這個上面的話 因為 因為Chucky應該很快 也會把自己完全拉回來 對 照理來說 因為他確實他有 這邊的話 危機戰機要來找個地方降落 來 來 送進來 對 還在一台坦克 空中掉下一個龐然巨物 對 對 就要趕快架起來 就要被發現 對 坦克 坦克 海山倒樹而來 對 對 可以帶蛤蟆蟻 這個裡面也有 對 這個有坦克的 這邊的話 家裡面有坦克做一個防守 但是 目前這邊要選擇硬打 因為 這邊其實有自空拳 就會有一點大的優勢 那Chucky在家裡面 也慢慢會把自空拳 拉回來 情況下 Bs會很難打 我是 覺得他 對 Bs選擇這一個人的 對 這樣的一個拳 我覺得有點 對他來講有點危險 你看 這邊的話 我們看到 兩邊現在就是 故鄉都要轟對方的主 對 一個轟二礦 不過一個坦克轟 主堡就算是轟不掉 好 女腰 這拳出位置女腰非常關鍵 因為度壓好像是掉了 對 度壓剛剛是被打掉的情況之下 剛剛一個隱形女腰 這一個非常關鍵 成功的把對方的部隊 驅逐出境 對 Ds這邊是守住了 對 那但是這樣的話 這樣的話 因為Ds還偷了一個三框 對 那Chucky這邊沒有發現 沒有發現 他第三個主板也好 但是沒開 那自己家裡面的主框 為什麼不考慮 其實沒有多少兵 他沒有選擇把這些清掉 清掉 對 有點 有點 這樣子其實會造成自己 很大的困擾 因為其實這邊的部隊要 對 應該要是要拔 好 那這邊的話 正面部隊 Channy這邊直接 把中間 如果把這些部隊清掉的話 Ds三框會很危險 不過還好 還好 打得要趕快再站回來 真的 Ds在Chucky家樓下的那些部隊 真的是眼中釘肉中刺 不趕快拔掉 因為這邊其實你要打掉很容易 我一直不懂 因為其實你只要把坦克 因為擁有自空權 其實Ds的坦克視野是看不到 Chucky的坦克 如果他抓到一個好距離站起來 他就可以把那台坦克打掉 這邊送公兵了 送公兵了 送好 送 送 太多 全部送掉了 那些公兵只是要去做工的 在路上遇到了埋伏 對 遇到了埋伏 那自己這個主堡也會很危險 慢慢Ds這邊的優勢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喔 有沒有可能慢慢出現了一個落差 對 差了有25個單位數了 Ds比較多 127 Chucky103 好 還是不把自己家 你還在把部隊往外送 這真的是 沒事 還掃了一下 這順便就交大家一個問題 因為坦克的攻擊距離 其實是比他的視野來得更遠 所以如果你 我們在講人打人自空權之外 就是你只要把自空權打開 那坦克就有空的地方面 對方的坦克架一杯 你都不用怕 那那個地方就是 你只要把坦克架過來 其實對方的坦克 根本就是打不到你 那你就可以把那個坦克收掉之後 你就對方沒有視野 對 下面那些斜坡下來的部隊 根本就不是對手 對 那他一直不去清 我真的是 是 對 就不用送 下面的話又送你坦克 現在才決定要來清一清了 對 他選擇這樣子清 反而是不自得 因為你把石頭打掉 然後直接繞過來 我們看坦克還送掉 那你上面其實視野清掉就沒事 那人口差到了50了 然後慢慢耗越多 而且經濟 跌時的經濟已經慢慢拉起來 擁有一個蠻不錯的一個優勢 不對以後 直接壓到了你的二礦下 讓你三礦根本就開不出來 對…坦克陣地站 順順的要往前推了 現在已經到了 又到了門口 對 那這邊跌時 其實也甚至不用衝你的坦克陣 活潛在架裡面下 你下不來已經 對啊 你的惡心 好啊 直接空頭上來 好 這個就不給同路了 你掃一把 我也掃一把 結果打了軍事 惡魔羊跌死 王軍選手獲勝 許多懷斯白德 目前已經取得了2比0的天牌了 休息一下 再來看第三場 OK